MING PAO TORONTO 嗨大家好我是MING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史上最基本你又不能不知道的中間攻擊 在開始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說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G還有點讚點出粉絲團喔 平常在看我IG的人一定都有看到我的現實動態上 很常會放上一些自由攻擊的影片 很多人在剛開始練習攻擊的時候 都會從中間的第二時間攻擊開始練 為什麼我們一開始都要練這個攻擊呢 那是因為這個攻擊比較簡單 球的移動只有單走的上下移動 然後又不像快攻那麼快 不容易讓初學者抓準時間 比較高的球讓初學者可以好好練習他們的腳步 整體而言 在各方面他都是比較簡單的一個攻擊 所以才是大家第一個所學的攻擊喔 剛剛有聽到我說什麼嗎 中間的第二時間攻擊 當然我們比賽的時候不會講這麼饒舌的暗號 那我現在也正在規劃有關於暗號的影片 那就請大家再給我一點時間 讓我把這支影片做出來 回到今天的重點 這個史上最基本而且你又不能不知道的中間攻擊 其實是大家很常拿來做為練習新觀念的攻擊 因為就像剛剛說的它比較簡單 所以要拿來練習新觀念的時候 自己的動作也比較容易調整 讓練習變得更有效率 所以當你遇到新的攻擊觀念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攻擊來練習喔 我們來看看今天的重點 今天的重點有三個 助跑 起跳 還有擊球 是不是跟平常一樣 但今天有新的細節要跟大家分享喔 1 助跑 每個人的助跑其實都不一樣 有些人喜歡用兩步的 有些人三步 甚至有些人更多步 所以我這邊以最後最重要的兩步作為基準 來跟大家分享 開始助跑的實際點在於 舉球員快要碰到球的時候 在舉球員碰到球 球要離手的時候剛好踩出第一步 這個第一步很重要 通常都會利用這個第一步 來判斷舉球員舉的球 可能比較開 可能偏左或偏右 所以這一步通常要抓在 舉球員離手之後 讓自己有一個可以判斷的空間 然後當球到達最高點的時候 踩到起跳位置 我們來看一下示範影片 當球快要到舉球員手上的時候 開始助跑 球離開舉球員的手的時候 踩下第一步 當球到最高點的時候 踩到起跳位置 2. 起跳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個新的名詞 就是起跳點 起跳點就是指我們起跳的位置 每個人的起跳位置都不一樣 可能會因為你跳的高度而做改變 通常前排攻擊的起跳位置 會控制在離網50公分到150公分的地方 如果這個距離不好抓的話 就大概是離網一個手臂的距離 這個起跳點是為了要配合 之前我們在跳飄教學有講到的 擊球段 這個起跳點是為了要讓你在起跳 有一個可以飛的空間 大家有聽懂飛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你起跳之後 在空中 擊球然後落地 可以讓你做完這個泡物線的空間 這個起跳點的控制很重要 有了這個可以飛的空間 你就可以更容易的找到擊球段的位置 所以攻擊動作的每個細節 都是環環相扣的 速跑會影響起跳 起跳會影響擊球 每個環節都很重要 我也會慢慢跟大家分享他們之間的關係 那就來看一下我的起跳位置 我都大約控制在150公分左右的地方起跳 幫自己留一些空間可以拿來應付突發狀況的球 像是舉球員突然舉太開 偏左或偏右 3.擊球 擊球的部分要來跟大家分享的重點 跟其他的攻擊片一樣 就是把擊球點放在自己 關右手斜上方 60度到75度的位置 我們用示範影片來跟大家說一次 在空中的擊球點控制在自己 關右手斜上方 60度到75度的位置 平常有在看我封擊片的你們 這應該很懂吧 這一個擊球點會是一個比較好發力的位置 另外在這邊想要跟大家說 擊球時也應該多運用一下核心的力量 從核心的轉體開始發力 繼續帶到胸、肩、上臂、前臂、手掌 才可以帶出比較好的力道 你的手就像鞭子一樣柔軟 利用身體扭轉的力量去甩動你的手 也就是拉弓的動作 有完整的拉弓就可以帶出更好的力道 在這邊總結一下 助跑的部分是 當舉球員快要碰到球的時候開始助跑 球離開舉球員的手的時候 踩出第一步 然後當球在最高點的時候 踩到起跳位置 起跳的部分 重點在於起跳的位置 也就是起跳點 距離網直約50公分到150公分的地方 依照每個人的跳躍能力做調整 並在球到達最高點的時候起跳 擊球的部分重點在於 把擊球點放在關右手斜上方 60度到75度的位置 這個位置會比較好施力 在比賽時暖身的時候 想要定三米下下對方 又不想要插網掛網的話 記得要注意這三個重點喔 我在這邊也跟大家提供一個練習方法 就是自由攻擊 在比賽前的暖身或是練習的時候 很常都會安排自由攻擊的時間 利用自由攻擊來掌握這三個技巧 因為練自由攻擊的時候 不會有揭發揭不穩的問題 可以有比較好的球質讓你掌握這些技巧 讓練習變得更有效率 最後想要在這邊跟大家說 很多動作跟觀念 都是需要長期下來不斷的練習 才可以好好的內化 所以在練習的時候 不要太心急 要一步步的把新動作做的正確 做的紮實 才是進步最快的方法 今天的排球小教室就上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 訂閱追蹤跟按讚喔 我們下次見 謝謝 但今天有新的 但今天有新的細 但今天有新的細節要注意喔 放在自己慣用手鞋上放75度 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這樣跳上去的感覺